嗨 頭拍的各位 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自己來練習拍了幾個鏡頭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想不到我這裡還有口罩嗎 我砍砍了就是我賣你 你砍了祖書啊 沒錯 我就是祖書 我就是這麼祖書 我敢擔掉我也賣你 你說什麼 我們第一個鏡頭啊 就是從短鏡頭 然後從仰角往上拍 這樣可以營造出就是這個角色 有點像壞蛋那一方面的 它會給人家有一種盛氣凌人 比較有壓迫感的 那一般我們在電影裡面 看到拍壞蛋的視角 也就是用這樣子拍 那第二個畫面我們看到 它就是比較被欺負的那一種 比較善良的 我們在拍這一種鏡頭的時候 用平式的這個效果 那鏡頭我們就會換成長鏡頭 這樣子就會讓它有一種比較 好像比較可憐 比較容易受欺負的那種感覺 好 那剛剛第三個鏡頭啊 我們一樣是用長鏡頭下去拍攝 可是一樣是補抓 用特寫去補抓 臉部的表情 我們一般在拍攝啊 喜怒哀樂我們要表達一樣 都是用長鏡頭 一樣就是著重在臉部 特寫的畫面去補抓 所有演員的喜怒哀樂 今天這樣子我們這樣子呈現 後面我們也會再研究更多 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拍攝方法 好 謝謝各位 各位 我們再次刷到 拍攝 我們來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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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的 我們去拍攝 我們來拍攝